資料庫的話 資料庫寫的解錄的話 剩下來就是你可以把它寫成很多的查詢的相關功能 包括就是你可以按照編號查詢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A欄 然後關鍵字查詢就是like 那另外的話 前後的那個這個 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個萬用自圓 如果是SequelLike跟MySequel都是用百分比 如果用Access的話 可能就要把它改成新號了 然後呢日期就Between 這個可能在可以再試試看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血型、電話 其實也都差不多 那如果說假設底下 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練習 就是如果我今天只要B欄就是姓名跟手機的話 我們之前有做過這樣的練習 可是如果今天我換一個方式 我們之前是讀取的時候 去做切割 那是檔案的時候還沒資料庫 可是如果今天是資料庫的話 我只要B欄跟E欄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特別注意 總共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改 假設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 像之前那個練習 兩個欄位 姓名跟手機就好了 然後前10個會員 所以首先的話 如果要前10個會員 那這地方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就不用這個 這裡的話 前10個會員的話 那我們就下語法 會有什麼呢 會有A欄怎麼樣 他的前10個喔 所以這小於多少 1號到10號嗎 所以小於多少 小於11嗎 有沒有 會有A欄小於11 幫我把它篩出來喔 我們看一下 篩出來是不是 1號到10號 這個小於11 你會發現 只有什麼 1號到什麼呢 這個1號 1跟10而已 為什麼 小於11 你想說 老師小於11 不是應該是1 2 3 4一直到10嗎 為什麼他只有1跟10呢 其實主要原因在哪裡 知道原因嗎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CREATE TABLE 有沒有 TABLE01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文字 所以如果是文字的話 他篩出來只會是1跟10 他不會 因為他把它當文字 所以你文字比較之後 那怎麼辦 如果你要正確 第一個啦 可能你CREATE TABLE的時候 你可能要改一下 可能CREATE TABLE的話 把它換一下 把剛剛的程式 改成MEMBER02好了 那這邊的話 你就不能用什麼 用TEST了 你可能就要改成什麼 Integer Integer OK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Integer MEMBER02 那我們重新RUN一下 意思就是說 寫入成功 但是是MEMBER02 MEMBER01 還是那個文字 那MEMBER02的話呢 那就是數字 所以我這邊把它改成MEMBER02 就是MEMBER02 執行一下 小於MEMBER02 小於MEMBER02 查出來 我看一下 Insert into 我還是把它Insert into到MEMBER01去 結果 那當然 這邊要改 這邊要改 剛剛改一個而已 執行一下 OK好 斜錄成功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再執行 再來還有個什麼問題 TypeAir 什麼地方Air 因為 這邊串接嘛都是文字的 只有這個是數字 所以怎麼辦呢 要把它轉型 S 因為它現在回來的東西是數字 所以記得怎麼樣 要把 編號部分 轉型之後 再串接 否則的話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INT 有沒有 不是那個STR 所以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 1到10號 就OK了 OK 第一個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如說是編號的話 而且你要大與小與比對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 在建立欄位就不能偷欄 像我剛剛全部偷欄 就全部都用Test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只要什麼 姓名跟 手機好了 那這個A欄嘛 姓名在B欄 手機在E欄的話 那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什麼 Select 後面的話 這個信號指的是 5個欄位全要 那如果你只要B欄的話很簡單 你就是B 逗點 加個E就可以了 B跟E就可以了 這個叫做我要只要 姓名跟手機 執行一下 那另外一個地方給它改 什麼地方呢 就是 這底下呢 我們輸出的話 那還就是要把什麼 把不需要的 這個 相關欄位 因為只會給你兩個欄位 所以你其他的不需要 像我們只需要 那 回來的話呢 一樣 第一個欄位是姓名 所以不用轉型 姓名的話是 文字嘛 然後第2欄的話是手機 所以後面的第3第4第5 都不會有資料 所以這三個呢 就刪掉就可以了 那姓名 是文字 手機也是文字 所以不用轉型 好這樣子 0的話就指的是姓名 手機的話呢 就是第2個欄位 來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嗎 姓名 手機 然後呢 分別幫我列出來 你可以看到剛剛主要是1 改這個地方 B跟1 兩個欄位 那回來的話 因為只有兩個欄位 所以你就若0跟若1 然後分別把它列出來 OK大概這幾個地方 所以假如說我要 利用資料庫 把之前我們練習過的 只取 1到 10的話 那就是這個地方 A小於11 不過剛剛如果錯的話 記得 把前面的地方 再把 改成Member02好了 然後就是說 第一欄要用Int 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 如果你要兩個欄位 B跟E的話 底下的話就這樣 OK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靈活的去了解資料庫 那我主要是 因為時間不太夠 所以我主要是把那個 資料庫裡面會用到 最重要 可能要特別小心注意的部分 跟各位做說明 那 再來的話 後面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一起練習一下 把那個 全省郵局地址 的那個25個檔案 全部 批次的轉入到資料庫 誒 那怎麼樣把它轉進去 三重中立 一直往下 到鳳山 25個 當然啦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 逐一個開 逐一個寫 要不然乾脆什麼 你先合併之後再寫 可以吧 我後來發現好像合併之後再寫 比較簡單吧 所以先合併 乘O.TST 然後再把它開起來 然後再把它全部寫進去 應該也沒問題 然後再做查詢系統 看你要查哪個區域 哪一條路上面 有沒有 有沒有郵局 然後就可以把資料帶出來了 合併的時候 就那個檔案就不要再多加一個 對不對 對 對齁 所以合併的時候 就變成說 不能兩個 兩個換行 變你多一個換行 那寫進去變 錯誤了 對空白 改列那就不對 對對對 你這個 考慮比較細 我還沒想到 對你不能 反斜線 N 不能加兩個 只能加一個 好 這樣子合併之後 再丟給那個資料庫寫入 這樣OK 請各位試試看 因為後面大體上都差不多 那資料庫的應用 這個都非常重要 不管任何程式 其實我發現用來用去都差異性不大 不管你今天是 Python 你今天是 VBA 你今天是手機的App 你今天是網頁上面的資料庫 其實大體上 大概概念 說真的啦 差異性不大 因為我以前基本上這些都教過了 所以基本上發現其實都好像一樣的東西啊 只是說 換個環境而已 那當然 只要掌握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比較關鍵的地方跟各位說明 如果有些沒講到的話 你自己可能要踹一下 都去嘗試看看 好 那這個單元 大概第五個單元 大概先到這邊 待會我們要第六個單元 就要講到有關網路的部分 網路爬蟲了 OK 那難度又會 向上一層樓了 也就是 還要把 網路爬蟲再結合資料庫 所以 你剛剛的資料庫 變成你就要有個底了 然後網路爬蟲實際上就等於 把以前的檔案 檔案是在我們電腦裡 那網路爬蟲是爬人家別人 就 server 上面的 等於是網路上面的主機上面的某個檔案 或者某個網頁 把它爬到我們的電腦 而不是在我們電腦本身的檔案 其實概念很多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 遠距 別人那邊 還是我們自己電腦裡面 轉換一下而已 OK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可以 去抓別人的東西 那以前 當然我們會透過瀏覽器 有沒有 可是Python裡面有內建一些模組 他那個模組就有點像模擬瀏覽器 我們不需要開瀏覽器 但是他一樣可以模擬一個瀏覽器 去把人家的東西抓回來 跟BBA也差不多 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換個環境而已 只是說看你怎麼用 因為各自 所以我強調 能夠完成 需求的方法很多 但是你要挑一個最簡單的 最符合你的效益的 而不是說你找一個最麻煩的 來做 就像說 你今天要去高雄好了 因為你可能會有不同的預算 像如果學生的話 第一個可能就不會考慮 坐高鐵 為了要省錢 除非你家是很有錢的 人家想說 那我用什麼方式 可以用最便宜 然後速度又是最 也不要說最慢的 然後舒適度也不要太差 不要一路站 用站坐火車 坐區間車站到高雄 那不是 因為我之前有聽一個學生 他好像 在唸中正吧 然後他在加一他說 他居然可以坐區間車 坐到中正去 不知道坐幾個小時 我想說 天啊 我這區間車我大概 坐個半個小時 我都已經覺得 有點不舒服了 更的話 坐六個小時 天啊 OK 可是問題他就有預算考量 你不能說你今天 一定要印要他 每次都坐高鐵 他沒得預算 一樣啦 所以為什麼要學習這麼多的技術 因為 你的客戶 你的老闆 他可能需求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 你可能要針對 不同的狀況 你可能會 使用 可能比較 相對於 比較合適的一個解決方案 OK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像Python 我覺得 有的時候 在跟VBA搭配上面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強的地方 也有各自有各自弱的地方 所以要怎麼樣把他結長補短 來 搭配使用 恐怕就是 可以去思考的一個點 OK 所以 叫什麼Hybrid的做法 像有的時候比如說 像怎麼搭配 像比如說某些地方 也許 可以 轉個車 哪一段 可能不要塞車坐火車 哪一段不塞車 也許再轉個 巴士 等等 也許可以啦 比如像 你要去東部好了 就有人很聰明 就先搭巴士到羅東 然後再轉火車 好像速度都快 然後價錢又便宜 而且他好像有套票 OK 這也是一個選項 就有點類似嘛 可能前面也許用Python 後面再交給 VBA去做 可不可以這樣做 沒有問題 OK OK 那有些解決方案是 怎麼講 人去想出來的 OK 所以至於怎麼搭配 請各位再去 試試看 剛剛的練習 請各位 就是在 把全水郵局地址 那部分也許試著做做看 甚至你可以想想看 你身邊有沒有什麼類似的東西 盡可能的 多多去使用這個 資料庫 不外乎就是 新增 查詢 刪除修改 我們就不練習了 因為 這個地方 建議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看 砍掉哪一些會員 如果退出的話 那如果哪一些會員的 他的電話號碼 變動的話 你可以把它update OK 其實 因為他名字 名字有可能會改 如果 啃掉的話 那編號 就沒有這個編號 那個編號的規則其實可以 可以再去改的 可以自動更新 對 可以再改 可能有的時候你的編號 是不是有個新的會員可以地補 舊的會員的編號 可是會不會造成問題 不過這個都可以去思考 或者說你的那個 編號的規則 可以按照什麼 很多編號裡面會帶日期 有沒有 因為日期 有今天的第幾個 這樣就永遠 然後 前面可能有個英文 什麼英文 可能英文又有什麼 反正那個 規則可以自己去定的 就是 前提是不能重複 而且不要太陸長 然後好記 那就是好的編號 這個可能要去 動作腦筋吧 OK 試試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